这一节我们学习镜头校正 Camlade的镜头校正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通过选择镜头配置文件校正镜头积变 另一个是通过手动校正透视变形 下面我们来学习Camlade的镜头校正 在Camlade中找到透视校正文件夹 选择所有照片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在Camlade中打开 这样就进入了Camlade中 进入镜头校正面板 镜头校正选项卡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通过选择镜头配置文件校正镜头积变 二是通过手动校正透视变形 我们先来看配置文件想像卡 目前这张风光照片是用佳能6D配合佳能16-35F4.0镜头拍摄的 因为使用的是超广角镜头 画面有轻微的镜头积变 并且四周有按角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启用镜头配置文件来解决镜头积变和按角问题 勾选启用镜头配置文件 启用之后 Camlade自动选择了一个镜头配置文件 但这个镜头配置文件不是刚才所讲的佳能16-35镜头的 我们如何进行设置呢 露格式照片只需要选对制造商 Camlade自动会选择合适的镜头配置文件 因为这张照片是佳能相机拍摄的 所以在制造商选项中选择佳能 选好制造商之后 Camlade自动找到了佳能16-35镜头的配置文件 这样就可以对镜头积变和按角进行校正 我们关闭启用镜头配置文件选项 来观察画面的变化 关闭之后画面四个角比较暗 并且有轻微的镜头积变 开启之后四个角提亮了 镜头积变也得到了改善 来看第二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用佳能8-15的一眼镜头拍摄的 图片格式为JPG格式 打开启用镜头配置文件 在制造商选项卡中选择佳能 然后在机型中查找 可以看到这里没有8-15的镜头型号 这里要注意 如果是漏格式的照片 这里基本包含所有自动对焦镜头的配置文件 但是JPG格式的照片 这里往往是没有相应的镜头配置文件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于JPG格式的照片 我们需要在Photoshop中进行镜头校正 点击打开图像按钮 自动进入Photoshop打开这张照片 在Photoshop中执行力镜 镜头校正 相机制造商选择佳能 然后选择镜头型号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镜头型号非常多 我们选中8-15的一眼镜头型号 选中之后 就能校正镜头积变和暗角 对比观察一下 在下方关闭预览之后 画面中的直线变成了弧线 这是一眼镜头的成像特点 积变非常大 打开预览之后 这些弧线就会校正成直线 确定 这样镜头积变和暗角就得到来改善 CAMERA镜头校正的第二个功能 是手动校正 手动校正主要解决透视变形问题 手动校正显像卡中主要有四种功能 第一个是自动校正 第二个是水平校正 第三个是垂直校正 第四个是双向校正 来看第三张照片 建筑有点向左倾斜 显得不稳定 我们如何校正画面使建筑垂直呢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自动校正 或者选择垂直校正 垂直校正在建筑摄影后期使用的比较多 地平线倾斜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水平校正 来看第四张照片 因为是使用广角镜头仰视拍摄的 所以建筑的下面显得比上面大 并且有点向中间倾斜 这是一种正常的透视现象 如果要使建筑变成垂直状态 我们可以选择垂直校正 垂直校正之后 建筑就变成了垂直的 目前画面左右产生了透明区域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裁剪 用裁剪工具把透明区域裁剪掉 这样就完成了透视校正 来看第五张照片 这张照片也是用广角镜头仰视拍摄的 所以建筑上的垂直线变成了倾斜的 我们直接选择垂直校正 就可以校正透视变形 校正之后 用裁剪工具把多余的透明区域切掉 来看第六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从正面仰视拍摄的 我们可以用垂直校正 或者用双向校正 都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透视校正效果 双向校正比较适合资料翻拍的校正 比如翻拍绘画作品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轻微的透视变形 这时候可以选择双向校正 最后用裁剪工具把透明区域裁剪掉 刚才我们分别学习了镜头配置文件校正和手动校正 我们也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比如刚才这张一眼镜头拍摄的照片 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点击打开图像 进入Photoshop 先做镜头积变校正 这行立镜镜头校正 相机制造厂商选择佳能 机型选择8-15的一眼镜头 确定 然后我们做手动透视校正 在Photoshop中如何进行透视校正呢 这行立镜 CAMERY立镜 进入镜头校正面板 点击手动校正选项卡 选择垂直校正 这样建筑就变成了垂直状态 然后对画面进行裁剪 要注意 从Photoshop进入CAMERY的时候 上方的工具栏没有裁剪工具 我们确认退回Photoshop 用Photoshop的裁剪工具 对画面进行裁剪 这样这张照片就完成了 镜头积变校正和透视变形校正 最后的画面效果 有点类似一轴镜头的拍摄效果 使建筑保持了垂直状态 因为这张照片是JPG格式的 所以两种校正分别在 Photoshop和CAMERY中完成 如果是露格式照片 两种校正可以同时在CAMERY中完成 这样操作更加方便 本节练习作业 完成本节讲解的实例 并找相似的照片进行练习 巩固所学知识点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